大家好,歡迎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 Hello,Dicky Esta,你好,各位東周投資會的觀眾 歡迎你們,星期五愉快 好,那就循例介紹 星期五就有金利奉誠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德基 Dicky跟我們聊天 所以大家有問題就在下面留言 我就幫大家和Dicky轉答 就回應大家的問題 就看回今天的市況 因為本身好像站穩了24,000 最後都差一點 最後就收報23,995點 跌了259點 差幾點 就站穩了24,000 不如說一下 今年都到了年底 一年升了30日已經有跌了 大家其實都在深情見到 可能指數都不太好 不如說一下 今年未來的年底 是否保持著走勢呢 或者這樣 我們好像在香港投資市場 都已經習以為常 一個情況就是 外圍升我們不跟升 外圍調整我們有分調整 外圍反彈我們也不跟著彈 總之那個表現 永遠都是特別弱勢 事不離實 今年如果說港股 我想都是其中一個表現最差 全世界來說表現最差的市場 不過無睹有偶 原因也相當多 只是說那兩個字 政策都可以說兩個小時 不過 只是說政策都不夠 還有博弈的兩個字 就是中美之間的博弈 那在說什麼呢 其實過去這段 一個星期的短短時間 已經說中美博弈的關係之下 其實美國政家會SCC 對中概股的監管力度加大 內地的監管機構 又會對海境外上市 中概股的監管力度加大 那就是怎樣呢 即是怎樣呢 無論如何都是淪陣的 如果你在海外上市 人家的監管機構 又會拿著你 最簡單的就是這樣理解 所以我想在現在這一刻 用一個正面積極樂觀的角度去說 一會兒都可以分析恒指的走勢 就是說一個明顯的反彈 也叫做少少的雙底 反彈回來了 去到2400樓上 甚至到頸線24500 阻力就非常之大了 但是現在這一刻 也叫做反映和消化了好幾個 就是負面的因素 就是你說剛才提及過 由政策開始 就是內地的一些監管的措施 反壟斷的佛則 網絡訊息安全等等 其實也叫做一件水平 就是反映了 但是你說中美的博弈 現在本來講股市是最好的 因為股市是怎樣 就是大家都賺錢的 就不會太多政治 但是現在這一秒鐘 就是全球金融市場 都微慢著很多 一些制裁的措施 或者一些針鋒相對的行為 就是無論你 譬如說 好像早前那樣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 你怎樣談完都好 怎樣視像對話 其實呢 就說就是一件事 聊天 是另一件事 但是之後呢 可以說是說完之後呢 後面那些呢 一下一下的攻擊 從來都沒有停過 當然了 現在就是把那個很無奈地 又把那個戰線 放到東奧那裡 不過在我的認知 其實 雖然看運動 本來就是一件 應該是 完全是 因應著運動 而去運動的事 就不應該擺放太多政治的元素 不過客觀的事實 並不是這樣 我想我剛剛開始懂得看奧運會 是很多年前的 說的是 還是小學生 小學一二年級 我記得看 八四年的 這個 洛杉磯奧運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吉祥買一隻鷹來的 蘇聯是沒有份去玩的 這是我深刻印象的 所以其實都很客觀去說 現在這一刻 全球特別的中美博弈的關係 其實是仍然困擾市場的情緒 你說沒有影響 是假的 那邊又說要被迫退市 這邊上了那些 又說可能面對著 要回來第二上市 第一上市的壓力等等 所以我想 現在都叫做年尾了 你說粉不粉飾薯槍 也很難說 但是起碼 今年的年內的低位 我都覺得 叫做摸一摸出來 在短線 一個很漂亮的 下降的形態 剛剛去到底部彈 只不過連續都反彈了好幾天 之後 去到二天移動線 即是說的 恆子和科子 都一樣 又遇到一些阻力 今天也是星期五 昨天有些急升的辦法 今天也回過 這個可以說是意料之內 人行也會再出招 先說是準確 降存款準備金 接著就加存款準備金 外幣那些 所以也反映得到 現在這一秒鐘 人行也不會不出手 即是說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隨著美國的退市的壓力 原來很大 不要忘記 接下來聯署局很快 下星期 十四十五號 不是十五十六 這次是十四十五號 就會以息 其實大家也預計了 現在看著美國的就業數據 剛剛非農業職位 來一次 剛剛持續新申領和新申領的 新申領的新申領的 新申領的新申領 新申領的新申領 是五十幾年以來最低 反映得到美國的就業市場 其實也很好 那是怎樣呢 經濟很好 就業市場很好 有點過熱 甚至通脹 是越來越厲害 所以如果從這些角度去說 我覺得這次鮑威爾 再看剛才星期四的數字 都實積沒有黏牙地 它是會再加快減少買債 甚至乎加息那個步伐的時間表 就是所謂的幅度 速度 都會是繼續增加 所以這幾樣的情況之下 也都令人民銀行 既然這麼多工具在手 這邊是降準 那邊是加準 一邊減一邊加 那就很好 又會救各行業 幫助實體經濟 中小微企 但是一與此同時 亦都通過這個操作 令人民幣的匯率 略為回軟一點點 那我也覺得挺聰明的 這一招 可以說是前後的這個 在全會準備金的操作 令人民幣的匯率 走向他們 即是內地官方的一個簡單的管理目標 這個時候 可能在年底 這個時候 大家 還是先看清楚 因為這段時間 普遍都是給這個意見 那年底這個時候 怎樣部署 或者怎樣留意 我不是推薦 聽清楚 我只不過是分享一下我的操作 譬如說 我過去提及過 例如說 各邊有些 說過之後 都累積很大升幅 例如黃黃醫藥這一類 甚至乎很多電力的相關股份 我自己過去這段時間 報章也有推介 我們在東州投資會也有說 當然 我去證監會持牌 我拿了一些 我去申報 我沒有拿了一些 我去說 但其實在日前 我自己也覺得有感 真的升舊了 所以我自己在自己的頻道 直播的時候 昨天也說 我走了 甚至乎建議大家 覺得去到這些水平 昨天的個別的電力股 當然個別有自己的原因 很多都升5% 甚至10%以外的升幅 事不離實 今天也看到一眾的電力股 衝不到高之後 有部份都是回落下來 也不少回落 是的 不要多說 只是說懷孕電力 今天衝到26元 創了新高之後 就對回來 做一個很完美的射擊之聲 也不是開玩笑 或者不用申報 因為我都沒有持有 剛才也說過操作 個別的一些 譬如說 舉例 譬如農圓電力 今天也是 叫做低開低走 做一個陰燭陀螺 昨天一棍大陽燭 所以也是反映得到 就算這些基本面比較好 你想想基本面是好的 現在說動力煤的煤價又下降 然後風力發電的裝機組 其實繼續上升 12年內地也是最大的風力發電 但是怎樣呢 那些股份的股價 就是受到利好的消息也好 基本面也好 就是那個利好的作用 就是有在 但是那個持久力就欠服 可能是有一點點 真是很好 炒兩天 對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就是處於這個狀況 還有 近年今晚 由現在到年底 我會覺得指數的波幅 雖然今天跌了下來 但是我會覺得 又浪得住 我個人認為恆子 今轉會守得住10天線 10天線在那邊 大概23,800左右 我覺得這個位置會受到注意 而之前23,175 我相信這個已經是一個低位 摸了低位 但是彈上來 動力又比較有限 因為始終當之前是一個小雙頂的量度跌幅 跌幅下來的話 那這個跌幅也真的叫做做做了 但是彈上去 不用多 去到24,500 恆子 那這個跌幅的阻力已經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想在現在 由現在到到 講到遠一點了 甚至乎去到年底 剩下其實只有20個假日 那沒有了 就是十幾個假日 計算那些 什麼又平安夜 又這又落 那些 不少了 總之簡單來說 都是剩下 簡單來說 三個禮拜整整的這個時間 已經過了新年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很簡單 我就認為始終在現在這一秒鐘 即現今的水平都要保持高一點 還有你就算很喜歡這些股份 它都有波幅給你的 就是你都是等它 調整一點點 調整一點點 跌多一點點的時間 才鬧 那我想這個風險 控制得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不如就講一下剛剛 剛才剛剛講 電力股 即是中資電力股 既然有利好 之後又基本面有 只不過其實可能 升到差不多的時候 不夠動力 就回一回調 我想很多不少 可能讀者 沒有入貨的話 這個時候 回調 有些人可能就想入貨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 看什麼位置入 或者是 應該先沽望 其實這類股份 就算是電力股 不要多說農圓電力 其實過去的那一月 最低落了15元 但是昨天一下子 爆上來 又可以到18元幾 其實他們的波幅都很大 所以我都會覺得 簡單一點 駕急容忍 如果你說它開始 短線遇到阻力 開始回落 其實它也可能會有 多一點點的調整幅度 因為不要忘記 譬如華能國電 甚至乎836華能電力 過去整整這兩個三個星期 也是我這段時間 最低落電力股的時間 其實他們累積的升幅 都相當驚人 當然 不要說他們的發電量 新能源的裝機 以至到整體全國的總發電量 煤炭的價格 不會再限電 所有東西都是理好他們的 未來也要增加綠色能源的發展 所有東西本來都是對他們利好的 尤其是風力發電來說 所以你說在現在這一刻 包括好像農園那樣 之前也有單新的交易 再做一些拼購 增加了他們的風電場 在同一間A股的公司換股 但是很多時候 往往這些利好的消息 一兩天就先反映了 我會覺得這樣 現在這一堆股份 其實累積的升幅 尤其是電力股都不少 我會覺得如果你說 戒急用忍的角度 起碼都下回 沒有二十天線 也只有十天線才想 好 先看看 本來今天想著問一下雙湯 雖然今天虧了 可以說一下 是的 但是現在有新消息 就是說有機會 考慮推遲上市 本來想著問 之後下個星期有沒有什麼部署 不如簡單說一下 這件事是最大的事 剛剛在外電 跟你做節目之前也看到 現在正在談 究竟是二十號仔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將整個上市計劃 推遲甚至暫緩呢 風回路轉 不過這樣 當我們曾經經過 螞蟻 最終是暗盤 玩完一輪之後也想不到 其實我們都會知道 這個世界是沒有必然的事 不過說到雙湯 在這段時間 或者是日前 我在CNBC做訪問的時間 主持人都問 其實現在他被美國針對 把他放在黑名單 這件事不是很奇怪 因為子公司在黑名單 其實你看看雙湯的招股書 在風險聲明那裡 大大斷說了這件事 其實我簡單一句 可能你說 沒有業務在那邊 不用怕 但是他沒有業務在那邊 但是全球的投資者 如果他真的放在黑名單 那麽美國的投資者 就不能買 不怕 你看看保證人裏面 都沒有美資行 你看看那幾家 全部中資加上匯豐 對不對 但是 關鍵是不是 那麼簡單 會不會有其他的風險 沒有人會知道 當然 最終上不上島 好 現在就無故變了 又變了又變數 不過這樣說 這段時間 我亦都狡膽地說 都真的都可以說 最少都幫大家出吉避兇 因為過這兩個三個月 我想Esta和我做節目 很多時候都會問一下 哪一支新股 各樣 我經常都說 新股? 不要搞了 沒有什麼抽 沒有什麼抽的價值 就算這支的基本面 衝景會比較大 但是都是一支 講得白一點 因為是虧得攤攤腰的公司 那你說不是 其實他都很主力 都是做大中華地區 其實美國放了黑名單 不同其他一些 所謂的電信設備的公司 他真的要跟那邊做生意 他不用理他 但是現在就告訴大家 也有變數 還有就是這個世界都很現實 即是股票 特別是一些新股 認購反應 其實都可以說 有一個很明顯的 前瞻性 不要多說 今天上市的三隻新股 即是說今天星期五上市 三隻都讀完 好像那些候選人 那樣讀了一個不公平 好了 三隻呢 北海康城 顧生堂 還有這個 海來鷹醫藥 那兩隻呢 就潛水 其中北海康城 是跌成兩成七的 另外一隻顧生堂 高開大 全都放下來 一個招股價 簡單來說 其實現在這些新股 還有看回之前那些 真是德席微創機下人 是叫做跌完之後升回 現在的三葉草 都升了 雞稅這麼多 但其他全部都是潛水 最多的跌五成 五成 你想想 你抽得多時跌五成 你想想 多災難 所以我覺得抽就沒有什麼價值 還有你也要看看公開發展的反應 國際配成的反應 每一手的反應 你會抽到多少 孖展的風險 究竟大不大 這段時間 我就覺得 還是不要搞了 所以 我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說你也沒有抽到 那就沒事了 如果你真的抽了 可能你現在都心大心小的時間 他說取消 就給你錢 還好吧 分分鐘可以這樣 我也相信 沒有人會孖展這麼傻 這件事 認可反應 這麼淡靜的時間 孖展 應該就是完全是 漠視風險的行為 所以 現在就真的 有變數 究竟現在 會不會推遲上市 還有推遲多少 美國投資者不能買 你就預算了 但是問題是 要知道 在它裏面也有一些 所謂的 基石投資者 也可能有些美資的分禍 那怎麼辦呢 這個真的很難搞 有些變數 就是Qualcomm Fidelity Silver Lake 所以 這個世界 真的說不定 如果 在這個消息下 最後上到的話 你覺得 這個消息也不會很影響 表現 或者是 到時候股價 未必很理想 其實這個股份 是否值得入市 這件事 複雜 首先 第一就是 他上不上賭成移民 他真的上賭 他真的有幾個美資的 所謂的 基石投資者 有些有禁授期 但是 他的規定就是 不讓你玩 不讓你爭 那很明顯 他們的大哥是誰 這些基金 可能在美國 他又不可以聽不聽那邊說 我覺得這件事 已經很複雜了 至於你說 值不值得投資 任何 很有概念的股份 但是現在都虧到 坦坦腰的 在現在這些市況 我會四個字 被知側吉 有讀者就問 1137 即是香港科技探索 科技探索 香港科技探索 因為它是九個半的位置 溫解九個半 現在要不止複呢 因為今天就收報 8.16 跌了1.6%左右 他的業績也跌得挺厲害的 就算你扣好 那些折舊探索 利息那些 其實也是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反映得到 就是 它全面轉型 全面改名 但是原來 看得到 在這個網購的市場 其實那個 競爭都相當激烈 所以 在目前這一刻 我會覺得 都是那句 如果你說 以他們現在的GMV的角度去說 那 就真的 不可能說 股價會有什麼 什麼 反彈空間 股值也不特別 怎樣很吸引 簡單說 跌是有理由 只不過就是 早前真的跌到很低層 高位回落到四成 是否有些技術反彈呢 我想現在 如果假如它再跌穿年 就是之前的低位7.58 可能都要考慮止虧 或者最少都要減磅 好 考慮讀者 48元 就入戶2319 夢偶 就問 會否分到價向你 今天就修補45.65 升了少少 1%左右 他的家鄉在哪裏 聽不清楚 48元 難一點 那裏的阻力很大 因為其實現在看上去 50天線 46.8 阻力都非常之大 那你說 那些零售消費類的股份 值不值得看好 起碼 一句說完 政策對於他們來說 都不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那一向我喜歡 啤酒股多些 都所言非虛 這段時間 或者我過去都說過 在東周投資會 例如懷孕啤酒 這些百貴 全部都跑完大市 但是 就算 現在懷孕啤酒 去到 那些重要阻力 六五七八塊 那些阻力都會比較大 但是你說 就這樣說 就是 就是 無牛呢 我想在現在這一刻 就是純粹說原奶 以至到他們那些 就是常溫奶 以至到周邊的產品 例如乳酪這一類 無理率 其實都有一些壓力在那裡 我自己認為 那再加上 就是 在這一刻 大家都應該還要記得 就是 不可以不記得 那些官媒說什麼 那他們說什麼 這個乳製品 就是不應該追求 高端化 高的定價 就是大家還記得 所以 如果你說這些 這樣 那我會覺得 我會 就是 不會看得太好 就是 避開了這些線 但是 差不多 五十天線 我覺得都 都差不多 始終它都是跌穿了一個 不對稱的 一個雙頂項線 現在 其實應該這麼說 去到一百天線 六十一 就是 去到一百天線 四十六個二 阻力都已經很大 在柯形外行 好 有讀者問 二、六、九 今天跌這麼多 又不是不顧呢 現在 正所謂的跌 就不是構成我們入的理由 跌 是可能在我們要走的思考的過程 所以千萬不要把那個概念搞錯 那你說 它會不會跌很多呢 我覺得 唯一一樣 最不理想 就不是它的基本面不好 是它的估值 真的告疑市場 現在氣氛那麼差 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 嘩 就是給它這麼高的估值 真的很難的 所以 你都會看到 其實過去這半年 它的股價一直都是 市升不升 市回 它會跟著回 但是 之前跌到九十二元 真的太低殘了 現在 技術上都叫做 只跌回穩了 但是 幾條移動 平均線一直壓著它 我看不到它反彈 又有太大的動力 你很喜歡 我都覺得第一 都要介急容忍 第二 都要看看之前那兩個支持位 分別九十四元 還有九十二元 手不手得住 好 接著就問這個6690 可以自家 現在能不能進去 或者什麼位置 可以自家 可以自家 33.05 還沒有跌了一點 嗯 應該這樣說 對於這個股份 過去我也有說過 是我基本因素 我喜歡的 還有現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會聽到 說得最多的都是那些 那些 也是那些 十二五規劃 十四五規劃 都是在玩這些 我想對它基本面 也是有幫助 但是其實它都真的 現在去到兩個頂 之前33.3 也去到九月初 現在都來到這些位置 我就覺得 去到現在這些水平 簡單說 就是阻力會開始慢慢浮現 但是你說有課 沒有沽課信號 然後再捏著它 可以不可以 沒有課 現在追不可以 遲了一點 好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感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Esta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 謝謝拜拜